这张图的格式 你要知道这个点重不重要 这个点很重要 你有没有发现接下来的几年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点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为接下来它是平的 这个点开始创造起身 这也很重要 听得懂吗 这个点有看到吗 要没有一些政策怎么看 它就会继续这样子下去 然后接下来到这边 反正就是什么叫做数据管理 就是在做这些事 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像例如说 卫生单位他就讲 那请问在疫情期间 他就很想要问一下说 那大家有没有在做不动产交易 有没有变趋缓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 这样子的一条线 这边都呈现不清楚 这边也不清楚 所以如何去做格式的修改 首先 假如你想要把它换成直条图 你就这个折线图 就直接点直条图 有看到 有看到 好 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 你需不希望知道 为什么它会这样子上升 对不对 你会想要知道这件事吗 所以 它这套软体 它有提供自动分析功能 滑鼠右键 然后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他就直接告诉你 他就开始自动分析 那他分析什么 他说 他说在这个地方 就是 买卖会增加 102 103 会增加的一个情形 2013到2014 然后你可以去发现 深蓝 浅蓝色 好 它很大 不对 应该是要去看 这边变大的 它是说 这个 这个是2013年 是这样子 然后 2014年 它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指 2013年的一个平均 平均的一个单价 它是 5万9 5万9 然后这边 是平均减少 但是次数增加 这个 这个是1886 然后 这个地方 它是12434 有看到吗 它是说次数 次数的改变 这是他分析出来的 它的交易次数 是42,000次 然后 这边 这边它就没有呈现了 它说2014年之所以便多是因为都市土地使用分区 它的证明在这个地方 然后2014年增加的原因是因为乡镇市区的一个增加 所以请你们只要做这件事 针对这个 滑鼠右键 然后 这边有分析 说明增加 那你当然也可以点这个 分析 说明增加 我看一下 这个是2019年 2019年也是增加 它增加的是哪一个 还是桃园增加 这个蓝色就是中立区的增加 阳眉区的增加还蛮大的 有看到吗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自动分析 谢谢大家